看到这件裤子还不错 结果没想到就是有这样子的瑕疵 那我觉得蛮失望的 网路买来的裤子有瑕疵想退款 但消费者Diana说确实困难重重 神色裤子裤头上线头脱落 Diana说月初在网路上看上这件裤子 一件790元收到或发现裤子有瑕疵 她把物品寄回给业者要求退款 对方却说收到的裤子有异味 无法受理感觉被刻意刁难 7天见上期这是最基本的 既然她没有退款之类 然后她也竟然说用找了借口 跟我说其实那是什么有异样的味道 有中药味这样子 消费者控诉对方在电话回应 产品没有7天见上期让她非常傻眼 事后双方多次沟通 最后业者愿意退款 但她惊觉网购账号遭暂停使用 然后后来最夸张的是 既然我要再上去登网站的时候 她竟然把我给封锁了不让我留言 遭控诉的服饰业者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 光是IG上就有14万人追踪 对此业者否认指控强调收到裤子时 确实有中药味 最后也退款给消费者 一切符合法规 而消保官指出 网络购物除了客制化商品 和某些特殊产品 其他都无条件适用期前鉴赏期 消保官表示根据消保法规定 收到商品7天内无条件退货 网购商机大消费者也要懂得如何自保 记者公寓得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